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 现在一般家庭里面都有电池 从小孩到大人 大概在家看电视的时间最多 看电视可不可以修行呢?可以 我以前就教过不少人 将《金刚经》那四句解写出来 贴在电视螢幕旁边 那四句是一切有违法如梦幻炮影 如露亦如电应作如事观 我们用这首解来看电视 那就是修行了 电视画面你看得清清楚楚 电视的音响你也听得清清楚楚 你在它里面学什么 学如如不动 不要被它转了 它演过欢乐的镜头 它笑你也跟着笑 它哭你也跟着它哭 你就惨了 你自己做不到主 你被它转了 修行人怎样呢? 我不让它转 我转它 你就成功了 灵言经上说 若能转景则同如来 境界现前你不让它转 你就能转它 转它 你就能教导它 你就能改变它 帮助它改邪归正 如果你自己没有这种能力 没有这种定力 没有这种智慧 你自己都保不住自己 你怎样能转人? 你明白 看电视是修行 是修界定位 然后你就知道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点点滴滴 无处不是菩萨学处 无处不成就无上道 问题就是你会不会? 对不起 对不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